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男人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三国战径一统专业 这样的一个清白啊,然后呢,选择一个毕马超 今天呢,是一个小片段 咱们呢,来展示一下这个毕马超 极致的一个输出,与极致的一个刮杀 众所周知啊,咱们这个毕马超呢,是一个非常爱护动物 这样的一名角色,咱们来看啊 这个地方呢,直接跳到司马仪 然后呢,我抽出了一把毒箭 对,你没看错啊,这是一把毒箭 好,那过来,这里呢,直接一个先发的战友机 清掉了小兵,你看是吧,非常的漂亮 然后,换一个兵剑,不是换一个电剑 再清一个铁甲 然后呢,换一个毒箭,等一会儿,看看有没有铁甲了 等如果有,就再清一个,如果没有,就拉倒 这里有,咱们呢,再继续换一个这个电剑 再把铁甲清掉,好 切过来,这里调个动物数啊,咱们来看啊 什么叫极致的输出 等,暴起弹倒 动物数一遍,好,司马仪上来了 变成了兵堆堆,这里可以看到是吧 兵堆堆是那么可爱 咱们呢,只是摸他一摸 摸他一摸,跟他友好的打打招呼 大家可以看到是吧,这样的话呢 极致的输出就有了 OK,在七条快消失的时候呢 打一个AAA3A 再保气,接着A,那这样呢,你看 仔细看这个兵堆堆啊 可能好多人玩这个游戏呢,都没仔细的看过 多可爱,看那个小腿啊 尤其是那个左腿悬空在那灯 感觉特别有意思啊 然后那个小手,你看他右手 怪不得这个是吧 他能被称之为国宝 谁看见国宝不想摸一摸呢 没什么毛病啊 好,那这样的话呢 你们猜一共要打多少连啊 才能摸死这个兵堆堆 目前为止呢,上面呢 已经是这个230多连了 哎,这里难多了 咱们呢,我会拉一拉 要不然看不着兵堆堆 这个萌萌达的动作了 好,这个位置呢 游戏255连是一个上限 那咱们这里呢 已经连完255连了 之后呢,再抱酒 我刚才呢,是在边摸兵堆堆的同时 边把这个道具调到了这个酒服 再摸一桌啊 好 找到了游戏的乐趣吧 OK,这个戏又没了 咱们等这个戏消失 AAA爆气 接着A 好,继续把连在树上 OK 你看 彻底能不能感受到 这个兵堆堆的快乐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到 你看 抽出的非常的快乐 好,这样呢 第二个255连就要连上了 好,这里气消失 咱们再抱一个气 OK 那这样呢 再次把这个打满 两个255连就是一个 500 530 哎,不所谓了 咱们呢,继续往前看 这里呢,一个气套又要消失了 可能是摸不死啊 摸不死的话呢 冰堆堆会不开心 咱们这里呢,再给冰堆堆摸到最后 OK 最后呢,就打了一个88连 非常吉利的一个数字 那这样呢,把冰堆堆打躺下了 好,在一波这个极致的输出结束之后呢 咱们呢,再看一看这个极致的刮沙 摸到点了呢 OK 这里呢,咱们切换一下兵件 等到秒,直接过来 好,咱们来看看 极致的刮沙这个人物 究竟能夺刮沙 好,扔一个隐身衣 找一个连招输出位 之后呢,起一个飞碟 我现在是想等这个铁甲上了 先给它清了 要不然呢,我怕一会儿呢 我这个刮沙的时候呢,怪影响我 这个位置呢 铁甲跟这个曹操一直往一起走 可能呢,我要起下一个隐身衣所准备了 加了个隐身衣啊 刚才那个时候知道了 好,位置不错 直接一个隐身衣 暴击A 跳舞毒气 一下,两下,摸 跳舞毒气 三下,四下,摸 跳舞毒气 五下,应该是吧 极致的刮沙 把这个曹操轻松刮死 那么好吧 这一期呢,主要是这个 这个马超拿上五箭之后啊 这个看一看 哎,你给我回来 扛,我很想跑 回来 回来,往哪跑 主要是呢,拿上这个五箭之后啊 来看一看这个两个机制啊 这个人物其实挺有意思的啊 同时呢,能把这个 挂沙跟这个爆表输出啊 演绎到一起 这是比较难得一见的 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吧 很少都有这么怪的一个人物 那么好吧 这一期的这一个小短片呢 也就给各位带这儿了 这个伴随着最后的通话画面 今天的视频呢 又告一段落了 我呢,是本期的解说永恒 如果呢,各位喜欢我的视频啊 记得呢,先帮我点击关注 然后呢,来一个赞啊 那咱们明天都去见 不见不散 拜拜